大家好 今天呢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啊 因为很久没有做这种 就是说我露脸的一个直播了 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我做这种露脸的直播吧 首先我要检查一下布景啊 还有一个整理整理啊 就其实很麻烦 包括拍视频的一个角度啊 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烦麻烦啊 所以说很久就没有拍这种露脸的一个视频了 再一个其实就是声音的视频我也很少拍了 因为确实没有这个时间 我学这个日语啊 还是学的蛮努力的啊 就像这种书 就是我看的都非常的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的快啊 每天都得按部就版的去进行推进 所以说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见面 这不是说不想念大家 这有很多我的铁粉是吧 一直盼着我出视频呢 或者怎么样啊 这个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出 所以说抱歉啊 但是每个人在每一个阶段吧 都有自己重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还是要在对自己重要的事情上多花时间 比如说现在我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学习 你只有把学习学好了之后的一些事情呢 可能才会好解决一些 是吧 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我想一想最近的一些话题啊 其实我不太知道 就是不太知道聊什么 就是和大家 就是想和大家聊聊天 所以说才上来 你说有什么具体的一个主题吗 我也没有 是吧 我也不知道大家最近想听什么 我看最近国内也发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一些事情 看看这个微博吧 最近胖猫的事比较火 是吧 最近胖猫比较火 还有 胖猫现在还在这个娱乐的这个热手上吧 这个胖猫这个事情是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 比较难过吧 是吧 这胖猫肯定就是用情比较转移啊 特别喜欢他的那个 女朋友 那这个事本来并没有错啊 但是就是说 胖猫他这个人 他爱人 他爱的人爱错了 爱人爱错了 所以导致今天这样的一个下场啊 他这个事我感觉跟那个苏小茂 是不是也挺像的 苏小茂就是以前 跟北京做那个短信 就是那个给人发那个手机短信 用网络发 通过那个牟利的一个人啊 其实他干的那个东西啊 我说句实话挺个人的 就是在中国那种垃圾的一个短信特别多 在日本就没有 或者是说很少能够遇到啊 很少能够遇到 日本垃圾短信没有 但是这个优件可能 你但是优件这个也不能算垃圾 为什么呢 垃圾优件 因为都是你订阅的 是吧 但中国的呢 是这种信息的一个泄露啊 它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啊 你可以屏蔽之后 他就不给你发了 所以这还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啊 总体而言 这个日本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就日本的人的做事的一个方式啊 包括工作的一个环境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些东西都比国内 我觉得要强的太多太多了啊 当然我指的是普遍的水平来讲啊 如果你比如说你搁北上广深的 有好的发展机会啊 或者是说有好的这个工作机会啊 我认为北上广深还是不错的啊 它也不见得说比东京就差 是吧 当然你分哪个角度去想问题 如果比如说你强调公平 强调什么自由 强调这些 你说我想用个谷歌去搜索东西 那你肯定得出来对吧 你给翻墙 肉身翻墙 如果假如说你说你个国内能挣钱 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行了 那北上广深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 那咱们就谈一谈这个胖猫这个事啊 我觉得胖猫他这个在感情方面投入的可能是太多了 比较孤注一致啊 我可以我可以想到就是胖猫这个人 他应该是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 可能没有出过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 是吧 当然我并不觉得胖猫的那个女朋友怎么漂亮 因为他就是一个网红 就是那种网红的美 网红的美对于我来讲没有任何的一个吸引力啊 因为我这个人对美的一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你不是说你这个人长得像一个蛇精一样 就就是美 所以这个就是人审美的一个问题 就是审美美与丑 每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这个内在的一个不同 自己的气质的一个不同 他对于美的一个认识也不同 对吧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 你比如说一个人穿衣的搭配 或者是说对于什么颜色的搭配 有的人就认为啊 我我你比如说以前啊 我这个 呃 我在语言学校上学的时候 就有个小姑娘 她的衣服呢 就是都是粉色的 是吧 就特别粉特别粉 滴的算卦的那种啊 还有毛钉的那种鞋 那你看对于他来讲 他认为这个就是个美 那对于我来讲 我就认为很 嗯 很不喜欢 是吧 我就不认为那个是美 所以说每一个人对美的一个品位和认识 呃 都是有怎么说呢 都是有自己的一个主观 那一个看法 所以说胖猫对于他的这个女朋友显然是非常非常爱的 啊 据他的姐姐说 胖猫的姐姐说 说给这个女的花了五十一万 啊 最后呢 给退回来十三万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过啊 那五十一万减十三万 那还有将近三十多万 那这三十多万可能就是两年 两年之间的一些花费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啊 所以这个事我觉得主要的这个原因不在于这个女人 我觉得在于胖猫 是吧 他在拜倒了在了一个女一个网红的一个死柳群下 那还是男人他他管不住自己嘛 是吧 他还是管不住自己那种 那你说 哎呀 这个事你说有多么多么大的爱情 可能你 你对于我这种年纪的人来讲 你说一见钟情啊 你跟我谈一见钟情 我觉得 这个这个 我只能说比较幼稚 对吧 你包括我在这个日本上语校的时候 就咱们有两个女生 他说他相信一见钟情啊 这确实他们二十来岁相对来讲 也比较年轻 他们说啊 他们相信一见钟情 我我 我我对于中国女人的一个看法啊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 呃 就是一种 一种怀疑吧 对吧 我对于他们所谓的这种一见钟情也好 或者各个方面也好啊 即便他们相信一见钟情 我觉得最终他还是得回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 钱的一个问题上 不是说讲钱熟啊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你所谓的相信那些一见钟情 怎么怎么样 这个 对于我来讲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或者是说也比较荒谬啊 因为你怎么能通过就是一个人的外表 或者是说 就是你见他第一面就能把这个人了解到呢 因为你展开一段恋情 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啊 那你你比如说你要是 见到你展开一段恋情展开不好 你不藏胖毛了吗 所以说对于这个人的人品呢 各个方面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把握 这可能也是 我我自来也不怎么相信一见钟情啊 你是开玩笑吗 是吧 当然当然了 可能这个一见钟情可能比比较浪漫啊 但我认为一见钟情通常来讲 就跟那个学生时期的那种爱情啊 走不远是一脉相承的 是吧 看起来很美 结果都不太美丽啊 你看人民日报就老爱宣传 说我们高中就是同学 往来之后呢 一起上大学啊 往来之后结婚啊 等等等等这些啊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羡慕啊 但是这个是一种就是 非常小概率 或者是说低概率的一个事情 我从来不对低概率的事情去困扰啊 对吧 或者是去向往 就比如说中彩票 我从来不相信那个啊 而且我认为这个彩票 我也不太信任 是吧 我才不信任 因为以前有这个彩票造假的一些事情嘛 所以说我不太相信那个彩票 这种低概率的一个事情 可能我过于理性啊 但是这个就是 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做事的一个原则吧 相对来讲就比较稳 不像那种就是 就像胖毛这种人 是吧 胖毛 我觉得这个胖毛这个事啊 因为胖毛他是一个成年人 他能够到今天的这种地步 我觉得是他自己的一个原因 主要是在于他自己 你说就像有一些小姑娘说被男朋友骗了 或者怎么样啊 就是又骗财又骗事 我做的我什么事情都愿意从这个自身去找原因 我认为被骗的人他有自己的一个原因 是吧 被骗的人他有自己的一个原因 除非是那种就特别善良的人 是吧 他特别善良 他可能他帮助别人 被骗了 那这种我觉得就是这个骗子实在是太那什么了 如果是在这种长时间的这种沟通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发现不了对方的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他这孩子自己自伤不够 自伤不够 那胖毛这个事 咱们就说到这了 可能我缺乏这种对胖毛的一个同情心 当然我认为他的那个女朋友确实可恶 我特别反感这种人 但是还是胖毛他自己的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最近还有一个女的吗 说百度的那个副总裁 为了做这个抖音 不是抖音 是抖音吗 抖音的一个流量 在网上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 说什么 说下属的什么婚姻呢 各个方面跟我有什么关系 或者是说说一些 你要是离职就秒批 或者比如说像疫情期间 说我出去出差50天 那你不能跟我出差 你拒绝了我 那么好 那以后什么晋升啊 各个方面就没有你的了 怎么怎么样 就说连续出差50天 必须跟我去 我让你去必须跟我去 去不了就不行 我不管你什么家庭不家庭 其实这种价值观 在国内好像是很这个 很有市场 是吧 就是说这个事很有市场 国内不有一个升格吗 叫升格的人 他就是说在网上教人 怎么做抖音 说这个抖音呢 就特别好做 是吧 就抖音特别好做 就跟捡钱一样 是流量变现 是吧 等等等等 让你去买他的课 其实这些人呢 对于我来讲 我认为都是骗子 就即便不是骗子的话 我认为他们抓 抓住的是什么财富密码 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其实是很扭曲的 中国人的价值 我的日本 日本朋友 就看到这种 胖猫这个事 他都不能理解 他说怎么会有女人 去去这样 是吧 就太可怜了 这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在日本啊 你可能跟女朋友约会 我听别人说的啊 应该是 哎呀一致的 我倒没有跟这个 我认识的朋友说 这个 就这个问题 展开什么 多么 多么深入的一个了解啊 但据我的了解 也是这样的 我来日本以后 你像 就比国内那种环境和氛围啊 就好很多 是吧 当然我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去接触这个 日本的女生啊 我主要还是接触的是一些 呃就是 女生非常少 主要接触男生 是吧 所以说这个 哎一致很正常啊 但是日本的女生 我听别人说的 所以也都是 哎一致的 相对来讲 不会说是 呃这个 赞 赞 赞人品 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啊 非常非常的好 那等以后 等有机会了 或者是说 我认识了一些 这个 呃 日本的女生 我有机会问一问 财外采访啊 但是日本确实没有彩礼啊 就是结婚的话 可能半个酒席也就完事了啊 就相对来讲 就非常的轻松 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啊 其实彩礼制度在国内还有人支持 是吧 这个是可有意思了 就是 这个 这个彩礼制度的支持啊 大部分应该是女方 是吧 女方作为这种既得利益者 她去支持这个事啊 而且会找到很多很多的理由 啊 你包括我比较喜欢的这个 呃 我 就是一个主播啊 就是那个 那个陈一帆 是吧 我挺愿意看她节目的 以前吧 我觉得她说一些什么 理财的知识啊 或者是说一些价值观 我觉得挺 就挺好笑的 当然今天我觉得好笑 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 怎么回事了 就突然间特别能够包容了 啊 我现在对于国内的一些 不公的一些现象啊 等等一切 相对来讲包容度比较 呃 就是不是说包容度啊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过去那么气氛了 是吧 你包括对于国内的一些 那可能也是说在海外的一个原因啊 因为离得远了嘛 相对来讲 就不能够很切 切实的感受到这个国内的那种 呃 那种氛围 是吧 或者是说 呃 或者是说受国内的一些影响 所以说才能让我能够更加呃 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些 问题 就没有过去的那么呃 那么那么 那么情绪那么的激动啊 非常非常的理性 现在相对来讲理性了很多 所以说我在看这个陈一帆的一些言论呢 我就觉得相对来讲就比较幼稚啊 但是觉得啊 就是你听听他们这种 他们这个角度的人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他给你解释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房子 呃 结婚 孩子就没有户口啊 孩子说孩子就没有学区房啊 就不能上一个很好的学校啊 所以说呢 那你必须要买一个房去解决这个孩子的呃 学习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房子呃 不是说丈母娘必须让你买 而是说你要成立一个家庭 这是不得 不的一个行为 啊 这个是陈一帆说的 所以说要理解这种财礼的一个自如 或者是说买房 对吧 拿钱买房 结婚 结婚买房啊 这种经济的一个保障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些东西 其实他说的这些 我都同意 我都同意 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 我就我就 其实我就想想问一问 就类似于像陈一帆 或者是持有像陈一帆 这种意见的一个女生 我就有一个反问 为什么这个钱必须男人掏 对吧 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跟伙伴们聊一聊 就是你什么问题吧 咱们不怕讲道理 咱们真的不怕讲道理 就这个道理啊 这越讲越明 所以说什么事情 你反过来一想 这个事就迎刃而解 所以说什么叫逆向思维 就是人的这个思维 你要打开 你不能他宣传什么 你信什么 就像那个直播卖货 我认为国内的现在这种直播界 直播卖货的一个行为 就是诈骗 就国内的那种直播的带货 都是骗 没有一个人说实话 而且国内的那种做抖音 短视频的一个流量的一些东西 你包括最近有一个小孩 就是挺可爱的 就做那种晒娃的 他也给你掺杂一点 什么咱们国家的航空事业 很厉害 咱们国家的这种政治意味的一些抖音 短视频 我看到过恶心坏了 马上就不看了 所以说我看不了国内的这些抖音 你唯一能看的就是看看做菜 是吧 看看做菜 想吃中华料理的时候 自己做一做 回过头来说这个彩礼的问题 我是反对彩礼制度的 而且我也对这个非常的反感和痛恨 因为什么 这不是 这不是说因为我作为一个男性 我反感这个 因为我需要掏这个钱 可能说的白一点 因为我消费 我认为这越少越好 是吧 这可能会给人 你是男的 你不想掏这个钱 所以说你反对这个制度 我跟大家这么说 如果我是一个女性 要点脸的女性 我也反对这个制度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观点 我为什么反对彩礼制度 或者是说反对结婚 就必须买房这个制度 那你为什么不能让女方买呢 为什么啊 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道理 因为结婚买房压根就不是掏的男的 掏的是男方自己的钱 女方没有父母吗 赚钱的能力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对不对 女方的父母也是两个人的 有男有女啊 男方的父母也是两个人 有男有女啊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购买房购买力 你根本都不是指这男的 说男的出去养家挣钱 你压根也不是指他这一个人嘛 对吧 有的人说那再有一个 那为什么男人就一定要这个赚钱比女人多呢 或者是男人就一定要赚钱养家呢 这也是我的一个法问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说没有什么是必然的 那我认为什么谁有钱谁讨 是吧 我也不在乎什么写名不写名的 怎么怎么的 谁掏钱写谁名 我就是这么个观点 也不图你这个 不图你那个 谁掏钱写谁名 一点意见没有 是吧 不整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算起来算起去也太累 所以说没有什么是硬件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 像那个陈一发说的 那有户口这是一套 说这是个套产 彩礼啊 买房啊 上学啊 落户口啊 这是个套产 你就必须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制度 导致了这个 中国的这种制度导致了你必须 丈母娘必须让男方买房 怎么的 那你自己买不行吗 对吧 不女人能顶半面铁吗 我也没看出来陈一发这种言语 所以让女人顶半面铁呢 我感觉他们 这么有钱的人一天还捞这事呢 是吧 还有这种心态呢 或者是还认为这种制度合理呢 对吧 阿里说他财富自由的 他应该说 这个钱不是问题了 我们还是要爱情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反问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不用多谈 我觉得就像日本人学习就可以啊 结婚以后啊 有条件就再买 是吧 说什么套餐不套餐的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的 那你要那你要现在比如说生孩子落户口 你可以结婚两年 自己涨个首付吗 你涨个首付 完了贷款再买个房 完了到时候孩子再生 这不忧伤忧郁吗 对吧 晚婚晚遇吗 不也挺好吗 对吧 谁规定了结婚马上生孩子 你有那个钱吗 你就生孩子 对吧 你不给自己创造吗 所以 我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一切的问题都是不成立的 都是不成立的 一切的问题 就是这个世界上你说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像那个 比如彩礼啊 或者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的 这些习俗 包括这个 在这个习俗的过程当中 有谁获益 或谁不获益 这个问题上面 我认为这些东西都可以 都可以协商 或者都可以解决 没有什么是必须的 没有什么的必须的 我觉得唯一必须的 可能相对来讲 是人的一个 这个 这个感情 可能相对来讲是必须的 但是在中国 我也看不到有什么感情 是吧 我也看不到有什么感情 你说中国的这个 结婚过日的这种 方式和方法 像过去啊 你说单位还开什么 开什么介绍信 还是什么同意 还怎么 我也不到啊 以前可能过去 还经过单位批准结婚 那现在可能就自由恋爱了 就是现在这所谓的一个 自由恋爱 在国内这种浮躁的一个 情况下 我认为啊 国内现在特别浮躁 现在所有的这种各大平台 贩卖的是什么呢 贩卖的是一种焦虑 就是给人都干疯就行了 我就在想 现在中国饿死人了吗 没有人被饿死吧 那你贩卖这种焦虑干什么呀 对吧 你贩卖这种焦虑干什么呀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在国内啊 非常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国内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或者是说出过学 就是出过国留过学的人 同样在割中国人的韭菜 完了就让中国人变得更 更傻逼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最近不有一个小孩吗 就特别火 那小孩 就是说 我像歇夫涅 就那个贼萌的 我这个帽衫怎么样 我这带完 我特别诚实 我有一个帽衫 最近还编手歌吗 就那个事 你看一看 那个小孩的一个家庭 他家庭非常非常的富有 你可以看出来 你包括他家的这个装潢 他所住的小区 你包括他 他那个孩子的父亲 有一口流利的这个 会一口流利的这个美语 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这个 流过学 或者是说这个相对来讲 这个是外文系的 就肯定是 他既然他会这一口流利的英语 就证明什么 他受过良好的一个教育 就是这种人 对吧 他在网上 在玩 晒孩子 或者怎么玩 在进行这个 直播带货 这些本身都没有错 但是就是你晒娃的这种频道 带货的这种频道 都得穿插着对祖国的一个热爱 比如说什么航天题材的 比如说什么这个 咱们宇宙回 就宇宙什么 卫星又发射了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 这些东西 就你开心的东西 他也往这方面去引 还有一些 我记不大请了 就有很多的这种 因为国内的这个 我刷两下 我就看不下去了 我实在是觉得 这是太忽悠中国人了 他就是 他这个视频的主要的 这个种政治的一个宣传 是什么意思呢 让中国人进行盲目的一个自信 就是类似于像东斯笑评一样 就你不是西斯 他告诉你 你就是西斯 其实自己连东斯都不如 但是呢 就是让你有这种错觉 觉得自己是西斯 就是这样 让你觉得你比日本好 你比美国好 你比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好 首先我想说 中国没有日本好 包括人的素质 各个生活水平 状态 包括食品安全 包括空气 包括水 各个方面 是吧 包括海鲜 有核辐射的都比你安全 所以这个就是 日本和中国的一个对比 那确实这个 你看一看中国大陆市场的那些食品 对吧 你觉得他那个食品 那个牛奶 那个味道和日本的 没有办法去比较 真的没有办法去比较 所以在食品安全这块 肯定是不行的 你包括 就日本这个海鲜 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你看我一个上海的姐也说 这比上海的新鲜多了 那你像上海 还是国际大都市呢 他那个上海 按理说 各方面什么条件都非常的便利 都比不了 所以日本这个国家 在食品的安全方面 或者这个品质的管控方面 非常好 日本的面包保持期就三天 就是我看一眼 我的面包哪去了 就是这个面包 就是我买的这个面包 今天就必须吃完 不吃完就过期了 非常非常的好吃 但是保持期就三天 我不知道国内的保持期 是多长时间 是吧 但是我家乡的那边 我东北那边 就是最有名的桃李 面包的那个保持期很长 很长 最少一个礼拜吧 讲解 是吧 一个礼拜要呗也得 五六天 或者多长时间 还分那个夏天或者冬天 冬天可能一个礼拜 夏天可能五天 是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 它是确实 它是不一样的 食品的鲜度 各个方面 日本的生活 相对来讲 要好多了 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你说 我给那个 那有人肯定跟我抬杠 你要老 你说中国那个鱼 没有日本新鲜 那 那你有检验报告吗 这可有意思了 我说 你长舌头是干啥的 你不会吃吗 那味你闻不出来吗 你看着你不知道吗 那鲜鱼啥样 那鱼都快臭了啥样 对不对 所以咱不谈那个问题 就是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那个谁叫 叫姓李 叫什么来的 就是袁腾飞老骂那个人 说他叫什么 那个什么什么 就脑 就是叫什么什么 忘了 记不住了 就说那脑子就土了 就是袁腾飞老骂他 说那个是一个生殖器官 就那个人 完了那个 说他 说他什么呢 说他说他那个 他跟你 那个人就是 说这个朝鲜比台湾还好 完了还拿出了很多的证据 说什么工业产量 钢产量 什么你一听 这就明显 就是你就这种言论 各这个媒体上边都能出现 你就说大陆的现在这个 语言的这种环境 得有多差 这种言论 你能让他出来 这你 你要能相信这种玩意儿的 那绝对是个缺心眼 你 就朝鲜那个地方 我就问你 谁敢去 就朝鲜那个地方 谁敢去 那种 就那种环境 绑大要员的 都说他好 是吧 他家三代 全是皇帝 你谁敢去 是吧 那不封建王朝吗 所以说就是 明显就 什么都不是 完了非得说好 非得说好 就说这种假话 你说他自己信吗 他自己也跑美国 完了说朝鲜好 那你咋不去朝鲜呢 对吧 说朝鲜比那个台湾强 太开玩笑了吧 太开玩笑了吧 所以说这个你明显一瞅就是个假的 而且还拿出来自己的一些数据什么的 我说人家 还拿出数据说钢产量 我说那朝鲜发布那新闻你能信呢 他与世界隔绝的这么样的一个国家 他哪有什么真实的数据啊 对吧 他大鲜 朝鲜大饥荒死多少人 你咋不说一说呢 那三胖他哥怎么死的 你咋不说一说呢 对不对 都非常非常搞怪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些呢 就是我对国内这种骗子哑论的一个看法 之所以 完了你看国内啊 你看那猫一杯那个事出来之后 还要谴责猫一杯 说是 说是假的 说猫一杯自己杜撰的 完了为了博得一个网络的一个流量 是吧 那怎么呢 那我说 我我我说 我说那个就是那爱国大伟 他说假话就行 那猫一杯照个假 就是人民有问题啊 都是假的吗 方向不一样吗 又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咱们说的都是假话 一个是政治假话 完了一个是生活假话 生活假话就火了就不行了 政治假话火了 无所谓 是吧 那就是在政治的领域可以撒谎 是吧 而且撒谎呢 还符合这种主旋律 那就可以了 开玩笑 我觉得啊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 这个犬子内啊 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要求这个人 具有道德素质 因为这个现在就已经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气 他没有道德素质 是吧 说正确的话 也就完事了 他没有道德 他怎么有道德 有道德 有道德的人就是 第一条标准啊 就叫不说假话 你看我哪个公众号现在能做到 就国内的那些公众号 哪个公众号能做到 所以说就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一个意思 所以国内的这些东西我现在基本上很少去关注了啊 主要还是关注一下日本的这些事情 再一个主要就是学习 说一下日语相对来讲真的 真的不容易 你像我这算学习好的 这些学习都相对来讲啊 这就是说你在这个应用方面还不能够完全自如的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 只能说简单的锁一锁 但是阅读是没有问题的 阅读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 比较辛苦的一个事情 就这个语言啊 一提这个语言日语 我再插一嘴啊 咱这个视频办个点 我说完这个事咱必须结束啊 咱就这期视频就拉到了 就是马卫独啊 马卫独说的一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他讲了一个日本语言的一个由来 就是中国传过来的 就是中国给日本的 完了之后你看一下日本的那些书什么的 那都是汉字 你不用学日语 你就能够看懂日本的书 这是马卫独说的 大家好奇的你可以在国内查或油管查都能查到 就马卫独日语 你把这两个日本语 马卫独日本语 大概率能够整出来 他讲那个日本语历史的有一个 就是马卫独这个人啊 他首先我想跟大家说 就像这种名人 他们说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是别人给的策划的 还是他自己写的 如果自己写的 他自己确实是一个没文化的傻蛋 假如说要是别人给的策划的呢 那他也是一个傻蛋 为什么呢 你自己不懂的事情 你瞎说什么呀 对吧 别人给你策划什么 你就说什么 你一点都没有求证 你什么都 你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讲 基本的一个了解 你这个人给你写的这个稿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对吧 他不能说给你上个坦克蛋糕 在那个六月三号 你也敢结呀 对吧 像李佳琪似的 所以说 就是你自己给有基本的历史常识 所以你像作为我一个 在学习日本语的这个人 来讲 就马卫族讲的那些视频 完全是狗屁 他说你能够读懂 就是你不用学习日语 你就能够读懂日本的书籍 说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汉字 全明白 畅童无阻 那我 那我在想 那我说你 我给你一本日本小说 你能读懂吗 那 我来日本之前 我不学习的时候 我就读不懂 读不懂这个日本的一个小说 我就不用说别的 我就问问马卫读 就我这个本上这些东西 你能把这个题给我选明白吗 就这个 日本的语法奔剖 对吧 你就能选明白吗 就这个题 你能明白啥意思吗 这很开玩笑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 你像国内的这些大为说话 也都是假的 我认为国内的这个 就是现在的传媒 这种媒体 它都是一种畸形 包括人的意识形态 也是畸形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正常人的 这个思维的一个逻辑 而且也不是现在 这个世界的一个主流的价值观 我跟早稻田的一个 一个老师 我常见跟他交流过 就是说这个价值观 他说这个中国的价值观 并不代表世界的价值观 它是跟世界是 完全是两个方向 而你在这个墙里的人 他意识不到 这种两个方向之间 文明的一个冲突 就是这样 在一个中国目前发展来讲 就中国人的道德廉邪感 也比较差 就是这种道德素质 包括这个 你像那种做直播带货的 什么的 完全就是在行片 就在我看来 全是大片的 中国的韭菜 就是一拨接一拨的被割 一拨接一拨的被割 就是这种形式 你包括前两天 这个崔永元打击的 那个什么 什么多艳兽什么的 那个东西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崔永元 他绝对不是因为他便秘 他去买的那叫多艳兽 他就是想弄他 你知道吧 就是崔永元觉得 对这种事情看不惯了 我想弄他 你看他又检验的 又抽样的 又专业的 这就是没告诉你 这完全非常 他就把当年在国内 做新闻的那个手法 现在就开始整这个多艳兽了 就这种所谓的 这个减肥保健品 这种骗子 所以这崔永元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也希望大家 每人看一看 这个崔永元的一些东西 就他比如说 他那个 搁这个上边 打假 什么怎么样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看咱们普通人 看到这个行片 没有必要说 咱们去买个样本 抽个样或者怎么样 去检测 你看他能 他能 所以说 还是那句话 就国内的那些 带货的主播 咱不用这么说 我就给大家 再举一个小例子 我的例子太多了 就我妈 特别爱看一个主播 他叫白大姐 那白大姐 他推销一种教素 应该算乳酸菌 乳酸菌 说吃一个英国教素 也不是英国的乳酸菌 能够各这个网上就买到 说是一个月 吃一个月 必须三百块钱 三百 是吧 所以这乳酸菌老好了 吃完这个人都不抑郁了 怎么怎么样 首先我想说什么 这个首先 他就是个骗子 他真的是个骗子 但是你像我母亲 我一开始 没给他揭露骗局的时候 我母亲就信 对呀 他拿出了 这个哈佛教授的一个观点 跟我聊 说这个确实肠道菌群 影响人的一个情绪 这个对不对 我说这玩意儿有可能 对吧 就跟转基因大米 也有可能不至 还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人家现在证实不了 或者是说 证明转基因大米也可以 也可以吃 也不致癌 是吧 他也能给你找出实验的一种证据 比如哈佛大学 给你做个实验 证明转基因大米不致癌 也是可以的 对吧 要不然为什么有人支持转基因呢 如果这个转基因就是致癌的 那谁吃的 对吧 那没有人了嘛 所以这个转基因 肯定是有科学家就支持他 支持他 我就能给你证明 往那个方向给你证明 所以 所以这个本身啊 我觉得 无所谓在学界的一个争论 你主要还是自己去做判断嘛 他让你300块钱吃一个保健品 完了每个月 说这玩意能够治疗抑郁症 我就想 我就完了后来 我就跟我妈说了 我说我反问他一样 我说那要打这个 吃个乳酸菌 你就能治抑郁症的话 我说那这个世界上 都没有跳楼子了 是吧 那个我就觉得 我说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产品 在各大这个 这个这个 那叫怎么说 就是心理疾病的门诊 他开不开这个药 你就可以了 那他不应该叫保健品的 他应该叫药品嘛 他这种营销的手段 你说和那个多艳寿 说是吃这种 浇素啊 说能让你瘦下来 排油什么 有什么区别 不就是骗着吗 对吧 日本也卖乳酸菌 就日本现在正规药厂 这个生产 我也吃了 就特别好 日本的这种 就是这个牌子的 我当然我也不是卖货的 大家都知道 就这个牌子的 这个日本买也就100块钱 100块钱能吃多久呢 能吃三个月 这100块钱 对于日本人的这个工资 根本不算什么 对吧 但是你看那白大姐 他卖那个 卖那个乳酸菌 是吧 卖那个乳酸菌 300块钱 300块钱 对中国人什么概念 而且才吃一个月 吃三个月 要将近1000块钱 日本吃三个月才100 中国吃三个月1000 是10倍 那你中国人的收入 有日本人的10倍吗 你开玩笑吗 对不对 太骗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骗子 横行的一个时代 后来我把这个事 就是跟我跟我妈说了一下 我妈说 是啊 说儿子 说你们那这么好的产品 我这才卖100块钱 这玩意也太贵了 这骗人嘛 我母亲 我妈她就知道了 我后来我也反思了一下 我说我母亲为啥能信她呢 一个是她巧舌如簧 跟你拉家常 套管系 再一个是怎样 我母亲她在墙里 她信息封闭 她接触不到 日本的这些好产品 你比如说日本的 你就我这个东西 她压根不知道有 对吧 她也不知道去查 没有人去介绍 是吧 这款产品 我是怎么找到呢 就是我妈说 说她退销如舌 我说那我跟日本找一找 我看有没有好的 对吧 完了之后 我一看 我说这日本不也有吗 我说人家配料表才啥样 这个军种 说那个英国的 说这好几百种 我好几十种 就给你说的海的虎的 说胃酸也侵蚀不了 这个也胃酸也侵蚀不了 也照样有效 非常好用 还便宜 那你 我也在想 我说一个东西 如果它真的有效的话 它用得着那么多的配料 是吧 我觉得这个世界 把这个事情搞复杂并不难 什么事情给你搞复杂并不难 难的是什么 化繁为简 就极简主义 越简单 越难 你比如苹果那个手机 对吧 它取消了实体按键 是不是一旦革新 对吧 技术性的一个突破 导致世界所有的手机 都没有实体按键了 从诺基亚的时代 到了这个智能手机 没有按键的这种 时代 划时代的一个意义 就乔布什 乔布什改变了所有人的 怎么说交流的一个方式 乔布什 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 你包括今天我能跟大家见面 我相信大家现在很多人 就你看我视频 你翻墙也好 或者什么 你肯定是大概率是通过手机 或者是平板 以前你能够想象吗 你通过手机来看我的视频 你肯定你的平板那下也没有 是吧 就是你只能通过这个上网 什么拨号也好 或者是说宽带也好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你能想到有今天吗 不可能 对吧 所以这就是划时代的一个意义和 进步 好了 好了 就说到这吧 咱们下期再见 又超时了 咱们这个说到哪 咱就算哪 是吧 这个时间太长了 咱们下回再见 完了 我再找时间 对吧 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跟大家再聊一聊 我是以出境的形式 或者是说以音频的形式 跟大家见面 不一定 是吧 但是呢 我还是会找时间 跟大家进行交流 我现在我看网上那前有一个来日本的一个女孩 说我做直播 我做这油管视频就是为了钱 完了 怎么怎么样的 说了 完了说中文频道不挣钱 开始做英文频道 英文频道也不挣钱 后来压根就不做了 而我就觉得这孩子也挺有意思的 也不能说他是孩子 我觉得好像 但是别比我小多了 比我小多了 就一个女生 也不算孩子 就是一个女生 一个女性 所以说你看 就是孩子那句话 干什么玩意的都有兴趣 你不能光为了钱 你要是光为了钱 你做不长久的 你就比如像我这个频道 他就是你看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长长久久的做下去 哪怕就有一个人看 我觉得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吧 也是有意义的 在一个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和当时的一个感受 这些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而并不是说 说你花了半个点 一个点做这个视频 完了之后 你没有获得回报 然后撂条子就不干了 这不是对自媒体的一个热爱 或者是说 对这个自媒体这个交流方式的一个热爱 真正的热爱的一个方式 就是能够长久的去持续这个事情 就是你持续这个时间要足够长 假如说以后 比如说我要是有时间了 我估计工作以后不到忙不忙 要是有时间了 我会更加频繁的更新 因为现在学习 实在是没有时间 我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日语 这个 我这个日语嘛 我现在这个日语 这个考试这个等级已经过了 这个 二级已经过了 完了之后呢 就是一级 一级过 一级就是顶级了 一级过了 我觉得我希望问题不大 我希望问题不大 一级过了以后呢 我还得考一个托福 因为英语也忘的差不多了 还复习复习 我考完托福以后呢 基本上就可能就没什么事了 是吧 可能就没什么事了 完了这个之后呢 我可能考完托福以后 学校的事情再处理处理 学校的那个课程相对来讲并不难啊 所以说再处理处理 有时间就多跟大家沟通沟通 交流交流啊 以后星雨我去那个 咱们那个公园跟大家交流啊 我一般我周末 你比如说明天 我可能会去这个公园 就是铺一个垫子 也不算垫子吧 就是一块塑料布吧 他那个日本那个店铺都有卖的啊 就是专用的 这种塑料布铺在草坪上 完了你有四个钉 就是他那个 你铺的那个塑料布吧 他他那个四个角有四个环 你可以把这个钉子打进去 给他固定住 就有那种专用的那个固定的那个钉子 完了我一般就去那个地方 铺一下 完了隔上边 看看书啊 学学习啊 再一个有可能睡个午觉 还特别得劲啊 就在公园里头啊 就吹着点小风 说但风别太大 太大我就歪去了 就吹着点小风 晒个太阳 还有那个感觉特别好 还有泥土的芬芳 所以这个我就是觉得 你看这个 日本的一个好 允许你随便去 是吧 跟那个草坪上 你像 你像在中国怎么说 那公园说草坪 我们要爱护它 这是有生命的 但是你看在这个日本 那草坪就是 它有养护器 是吧 但是非养护器 你就可以跟上面跑 我跳我 你怎么踩 它都不管 那你看那日本的草坪 它也没死 对吧 我也不明白 它也不像咱中国那个草坪啊 我以前在深圳的时候 就这个草坪年年换 那个草 我瞅着长得 还非常非常有绿有绿的 就是你为什么要换呢 我当时我特别不理解啊 我深圳的其他市民也不理解 纷纷给市政府打电话 市政府解释说 按照科学的一个理解 到期了 就应该换了 不换以后 它那个就不行了 说那个草就烂了 还怎么的 完了我来日本以后啊 我 我真的没有看到这种现象 我说就是像那个深圳那种 那么平缓 频繁更换草坪的一个方式 我没有见到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 我不知道日本怎么做的 那日本的草坪也绿油油的 也很绿嘛 那你说人家怎么做的呢 这么人家也有养护啊 那为什么能够让大家上去去休息啊 去砸帐篷啊 去 去玩啊 对吧 那就是 这完全你不可以理解 你在中国的草坪是不允许践踏的 是吧 能够被 在中国能够被践踏的呢 就是人的尊严 在日本呢 这个什么都可以践踏一下 是吧 这草坪也好啊 或者是只要对人的这个身心健康有益 对这个环境也相对来讲也有益 或者对这个自然也也也无害 就可以就可以践踏一下 是吧 唯一不能践踏的呢 就是人的一个尊严 你说那个草坪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那你要说那个踢足球是吧 那足球运动员也搁草坪上踢啊 那怎么呢 把那草都整死了 所以说草 我认为那个草就是在能够让人上去玩的时候 就应该让人和大自然进行接触 你躺在草里是什么感觉 是吧 老说别摸我 别碰我 我怕踩 有意思吗 对吧 人家草都说了 我都比你这个标语坚强 还是那句话 就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增加自己的见识 一旦你出了国以后 你比如说你来了 来到了国外啊 当然我 我下一步可能要去美国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有这个打算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 就是成型啊 就是但是可能是 嗯 什么时候去呢 今天看一看嘛 就看一看这个机票是吧 因为我这个 看一看这个机票到底多少钱 要是可以的话 要是呃 我也想去美国旅旅旅游留的一圈 我看个日本这个非美国 好像也不太贵啊 就我看那航班也有相对来讲 比较便宜的 看一看这个价格 我再主要去美国吧 主要是签证问题 我不知道他这个签证 他怎么 怎么给我 所以说我看一看吧 到时候去申请一下 他这个旅游的一个签证嘛 今年要能能去上呢 那就更好了 我今年要假如说这个恩一合格的 完了考考试 托付也差不多了 我看看年底 年底差不多就能 就能去啊 就假如说这个 他批我签证的话 我就去留了一圈 要 要去不了 那就拉倒了 说明年再说 或者怎么样 我要再去美国看一看 到时候再给大家做一做 我对美国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说观感 咱们回过头来说 就是说 哎 这话就烙起来没完了 下回再说吧 太多了 就是想说的话太多了 这一时半会儿 咱们也说不完 咱们把话 不可能这一期节目 把所有的都说完 咱们留到下回 好饭不怕吧 那伙伴们 那今天的视频 咱们就到这里了 非常非常留恋大家 就非常不舍 但是没有办法了 就是说只能到这里了 拜拜